Hello,大家好,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。我们今天继续读超越原生家庭。 问题,家庭成员之间常常有一种类似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。 在你的原生家庭中,你有没有感到亏欠过家里的什么人,或者家里的某个成员亏欠你? 你家里的其他成员如何? 你父母在他们各自的原生家庭中又怎样? 这些相互平衡的忠诚关系对整个家庭有何影响? 他们又是怎样影响家庭关系的? 世界就是个舞台,三角关系中的各类角色。 在三角关系及其内部的同盟之中,存在着三种最基本的角色。 迫害者、受害者和解救者。 在三角关系不断循环的过程中,这三个角色不一定会同时出现, 但是整个过程之中肯定全部包含这三种基本角色。 家庭中的每个成员在不同时期会扮演不同角色。 原来的迫害者也许会转变为受害者或解救者。 例如,在苏的案例中,当苏的父亲迫害者对母亲受害者发火时, 母亲会泪流满面,在苏解救者的面前表现得很无助。 在苏看来,父亲是在对母亲施暴,于是他过来解救母亲,攻击父亲, 指责他太过专恨,这样一来,苏自己又变成了迫害者, 父亲则成了新的受害者。 接着母亲感到苏对父亲说的话太过分了, 于是母亲又充当起了父亲的解救者和苏的迫害者。 然后苏对母亲发火,批评他不该太过软弱, 而应该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。 这样一来,苏又成了母亲的迫害者。 接下来,父亲又来解救母亲, 指责女儿不该那样对母亲说话, 女儿又成了新的受害者。 在上述案例中,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可以充当三角关系中的不同角色。 这虽然人体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现象, 但这样的家庭关系, 在上述案例中, 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可以充当三角关系中的不同角色。 这虽然人体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现象, 但这样的家庭关系往往更健康一些。 当特定角色总是与特定人物联系在一起时, 例如,父亲总是迫害者, 母亲总是受害者, 而女儿总是解救者, 家庭的功能就会紊乱, 难以及时做出必要的调整。 好,三分钟时间到了,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读书时间, 我们下次再见, Bye!